各位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武士嘉。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我们周围的电场辐射、磁场辐射以及微波辐射,简称为三场辐射。 我们前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常用的家用电器的三场辐射数据。 大家一定想知道,我们周围的高压电塔以及高压电缆,它的三场辐射数据是多少呢? 因为我们华人不能买房子还是租房子,尤其关心这个数据。 因为它与我们的健康是有关的。 这正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。 好,我们现在一起来观看我们对三个不同的高压电塔, 以及两处不同的居民居高压电线的三场辐射数据进行测试。 现在是在高压电塔旁边。 那么首先是吃磁的。 磁场的度数是在5.3毫高速左右。 电场还是比较小,度数小于2.5,也就是小于25毫米。 维波辐射也很小于0.5毫米。 是放在汽车上侧的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高压电塔,一个接一个。 我们的汽车是在马路边上,距离是在20米。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处高压电塔。 这个高压电塔跟前面那个不一样的地方。 它是由地上的高压电线, 进入一个小的上约去地下的高压电线的高压电塔。 这是一圈的风景。大家看一下。 高压电线比较高,雷地面大概是有几十米的距离。 我们首先在地上测一下。 现在最高度数是3左右。 3左右。 我们现在站起来测一下。 最高的是3.7、3.8左右。 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高压电线。 我们现在正位于电线的下面。 它是周围用个比较大的fence。 把它拦起来了。 大家可以看见。 好,我们就现在在这个电线下面。 那么这个前面有几个树割牢的。 因为里面进不去。 现在我们是车这个磁场。 它在0到3这个地方大概是1.6左右。 现在都是1.6左右是磁场。 然后这个电场呢非常非常小。 五色呢当然也会很小。 这些看起来读书也差不多。 这个电场的特点呢就是说, 由这个高压电线呢从地下到地上。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老的居民区。 之所以选择在这儿呢, 我发现它的高压电线呢离地的距离特别近。 这是上面高压电线看起来的情况。 现在呢我们把意表呢放在车上。 在这儿呢。 电场还比较高的, 还比电塔下面还高。 什么。 这是电场。 这是电场。 是4.8。 4.7,4.8这。 就是48。 大量产看看。 市场是在7 左右 好 我们现在来到新的一个居民区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儿呢 就是因为它的电线离地也是比较低 9 左右 8.6 8.7 电厂 现在是电厂 37 不是 肯定是电池 现在这个数字现在是在7和7.5之间 因为要乘上 这个10嘛 72 73左右 好 这就是头上我们看见这个高压电线的情况 好 这就是我们到不同地方去的测试过程 现在我把所有测试所得的结果归纳在下面这个表格里面 以便大家随时的查阅 怎么样 和大家预想的结果不一样 对吗 好 我们将在下期视频呢 对比室内和室外的测试数据呢 进行相关的一些分析 并且呢 解惑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些安全和健康的标准呢 做相应的讨论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